中式新闻的独家画面 距离公馆捷运站15分钟入城 有这么一个桃花园 主要是由670年代的 违章建筑构成的聚落 不过国内外的艺术家进驻之后 这200多栋水泥房 居民搬家之后变成了一个艺术村 我们带您抢先来看 如何享受午后时光 和喧嚣隔绝 静静的 慢慢的穿梭向道 这里的每一间 都是人们辛苦建立的家园 670年代的违章建筑 从几十年前的200多户 剩下了20多户 剩下的建筑成为了艺术空间 和居民生活融合一体 而这里有一个还没开放过的秘境 竟然是从人家家底下一路走过去 我们一起来一探就进 重书一下穿梭 顿时柳暗发明又一村 老旧的水泥房不冰冷 每个角落都有新奇 这个空间还没有对外开放 不过楼上的住房 也可以入住 就在新店西旁边 简约明亮 每个房间都有惊喜 听到的是澳洲艺术家 对台湾的印象 所写的曲子 而他则是用槟榔来创作 国外艺术家也被吸引 短期生活在此 我们抢先一窥他们的工作室 还有姐妹两人一起开的咖啡厅 他们都给予了老屋新生命 也让在地文化慢慢飘香 记得撑下张昭鹏 台北采访不到 中文字幕提供